歡迎繼續回到Streetworks 我來進行是在現場 本節目應該就算不是有史以來 應該也是記憶中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 在錄音室同學這麼多人過 以至於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 誰是團員了 讓我們歡迎Masquerader 大家好 來每個人先自我介紹一輪 大家好我是Masquerader 主唱蕭毅 大家好我是Masquerader吉他手 山陽 詹悅琳 嘿大家好我是貝斯手 Roger 我是鼓手河馬 我是吉他手家瑋 我是寫詞的韋翔 等一下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人在Cue順序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Cue順序 他需要 所以我們反應不夠快 喔真的 沒有這另外一個意思是 你們已經大到需要有人來Cue順序 這件事情了 感覺好威風喔 製造點樂趣而已 用鼻子 來 Roger 好Masquerader 你們取了這個名字 沒有想過要把它中文化對不對 有 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想到一個合適的中文名字 所以已經考慮過幾個中文名字了 很多個但是 都是 不太 蠻好笑的 都被互相打槍掉 來來來聽 講來聽一下 講來聽一下 哈哈哈哈 跳起來 好 呃 我們之前有想到什麼 什麼 什麼很多都是後面是折的 然後 可是我們發現好像很多團後面都是折 所以這個也打槍掉了 嗯 然後上次你對的時候 李基琦 Roger 他有 想到一個 嗯 我覺得 myo 心體好像還蠻帥的 只是好像有點難念 而且 再念一次 m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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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家念那個字 myo 就是寫 就是念myo 可以用一個音譯 是 對 可是我發現 自己念都會咬到舌頭 對 是不是取一個中國的團隊比我 比比音曲還要難 真的 真的 這張專輯還要難 真的 好 Magic Raider交出了一張 我覺得 連我這種 金屬聽的沒有那麼多的人 都有一種 哇這張專輯 很厲害的感覺 可是這張專輯 花了 呃 你們從正式組成到現在 多久 正式組成到現在大概有 大概有 大概有四年 對 三四年的時間 這個陣容大概四年左右 這個陣容四年 然後四年 中間當然有一些EP 有很多很多的演出 然後到今年終於交出一張正式的專輯 對 這張專輯 對你們來說 想了多久 從構思到完整的寫出來 嗯 大概就花了至少三年了 差不多三年 對 從 創作整個概念 然後大概 欸我剛剛說你們大聲的不是在隨便課 一張專輯花三年 這完全就是國際巨星的時間點 哈哈哈哈 就是國際巨星的節奏 就Michael Jackson這種等級 才可以三年搞一張專輯 沒有是能力不足 對對對 人力不足 現場那麼多人 人力不足 每個人能力有限 哈哈 唉唷 這麼謙虛 好三年前 發生什麼事情 決定要開始做這張專輯 因為這張專輯的概念 拉得非常大 對 嗯 三年前嘛 嗯 就是 你要稍微靠近麥克風一點 三年前的話 嗯 我覺得講直接一點就是我們對於原本的曲風已經 探索已經夠了想要往下一個階段走 所以當然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思考 所以我們下一張該往那個方向去做 是 主要的時間是花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我們花在開會上面的時間 絕對比我們在創作上的時間多了好幾 所以其實概念上大家花了很多時間討論 對對對 可是下一步這件事情 團體頭這麼多人大家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嗎 當然不是 那怎麼辦 就是 不斷的開會討論啊 然後有很多的爭執 甚至 所以當時的下一步其實有哪些步驟 比方說有人想的是A 有人想的是B 有人想的是C 嗯 嗯 這個的話摩擦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我們就是 也是就開會 一直不斷的開會 然後誰有什麼意見呢 我們就是盡量說服 然後就是取得一個平衡點 因為每個人想要在這個專輯的元素都很多 是 對 就要把這些元素然後統整成有一個平衡點在 嗯 對 因為專輯提出一個科幻的題目 但這個科幻題目 根據你們的聽到的一些歌詞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對於科技的焦慮感吧對不對 是 因為這個 因為有一個字反覆出現 叫做系統 叫System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身為一個當代青年或者是玩音樂的人都覺得有一點點焦慮的事情嗎 對你們來說 你們怎麼看這些事情 對我們自己來說是 但是對其他來說 不確定 就是在這樣專輯的創作的時候 我們是透過一個科幻的視角 嗯 然後去看待比如說社會集體潛意識 嗯 然後個人意識 哇你們有稿子 好認真 還有生命選擇的矛盾 然後我們透過故事敘述的手法 希望可以引導觀眾 聽眾去探討上述的議題 嗯 好 那既然要講這個大議題 你們也希望觀眾參與這個議題 我們就來問一下 你們現在身為一個創作者 身為一個樂手 身為一個謠歌曲團的團員 在這個年代 在這個島上 你們現在最焦慮的事情是什麼 呃 我覺得我們最焦慮的事情是 選擇還有個人意識的問題 嗯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不斷在變動 嗯 那我們在專輯裡面 我們想要建構一個未來世界觀 去表達說 這個快速變動的世界 嗯 還有很多 呃 資訊爆炸的狀況下 我們要怎麼做選擇 然後 有很多資訊是被餵養 還有我們的知識都被餵養 那我們要怎麼能夠 用 在這個很不理性的時代 用理性的 視角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你是一個理性的人嗎 應該很理性 應該算是蠻理性的 哦真的嗎 他是團裡頭的理性中柱就對了 他算是我們團的顧問吧 哈哈哈 怎麼樣 怎麼樣顧問 顧問要在團裡頭的顧問要做什麼 或是平常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我們 失控的時候 或是一些 針對一些方針上 然後會給我們比較多元的建議 哦真的啊 而且他會 就是把 我們這些其實 有的時候是比較 抽象沒有形體的概念 他會把它具象化 他會把這個輪廓架構出來 哦 所以他是軍師 沒錯 還是大家都有他自己的意見 那就是 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是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 這是你要的嗎 這是你要的嗎 他算是負責一個統整的角色 嗯嗯嗯嗯 就是每個人講的五六七八 他要把它整理成一個東西 對 可是主要的概念還是有 就是其他人還是要貢獻一下 所以這一小時在團裡頭是怎麼形成 大家突然發現這個人 腦子比較 比較有系統 因為他就是 平常我們就是 一起 鬼混啊 然後 鬼混到後來發現 這個人好像還不錯 好像蠻有想法的 然後就 把他脫下水了 哈哈哈 主要是因為他在於 就是母語創作上 英文這一塊 是他的專業 對 所以也是很好 所以 由他一起合作 然後幫 幫助我們 用他的母語 然後完成呈現我們的 專輯想要表達的東西 OK 對 這是他的最重要的那個 好關於母語這件事 我們等一下繞回來再講 每個人在講 自己剛剛那個題目 忘記題目是什麼了對不對 哈哈哈 創作的原點是什麼 我就是你現在身為一個創作人 一個音樂人 在這個島上 你現在最大的焦慮是什麼 嗯 呃 我的焦慮的部分 我 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啦 我會 常常會 懷疑自己 現在我的意識 是真的 由我自己能夠 是我自己掌控著嗎 哇 這是一個超大的命題 還是 是被人家所賦予的 就像我們前面之前講的 我們這張 Vortex Day Zero 專輯 一個 其實算是一個隱藏的 一個核心點 就是我們的意識 究竟 存在 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這件事情 現在你有理出一個脈絡來了嗎 呃 一直在尋找 也透過這一次的創作 你們平常聚在一起的時候 討論這麼嚴肅的題目 其實真的 我們 我們常常開會開了三四個小時 其實 到在這些上面轉 常常繞著這個 就是你要講的是 哲學的思考 或是 是啊 你們根本就是哲學會議啊 其實我們 我們這張專輯的內容 就其實就是講這些東西 因為專輯裡頭出現了很多相關的 包括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系統 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些 存在的思考啊 然後要逃脫 的這些事情 就是 原來平常 就是 我覺得大家對金屬團 一般人啦 一般聽金屬的 不那麼聽金屬團的人 可能真的會覺得 金屬只是 年輕人的發洩 有過多的能量 然後大家在吼 其實他們後面藏著很多 他們自己的焦慮 跟他們自己的哲學觀 或甚至是世界觀 嗯 是的 好 剛剛還沒有講到 每個人身為一個樂手 一個創作人 在這個島上現在的焦慮狀態 是什麼 呃 當你所有的意識與認知 是被賦予的話 那你的一些行為 是的還是有意義的嗎 哇 你們平常講話都這麼嚴肅 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常常開會不會開到 就是 對 我們這兩天加起來大概已經超過八個小時 這兩天的會議的主題是什麼 呃 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在 我們昨天開到三點 對 這一次的 對 剛剛 剛剛那種討論開到凌晨三點 真的 你們的腦漿居然沒有炸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常常會有爭執啊 吵架幹嘛 就是因為大家都擠到一個爆炸的 然後思考的 就已經是臨界點了 再下去就要砍人了 沒有 還要加上邊去 對 不過我們通常吵架之後 還會就是馬上可以繼續去喝酒 還是吃個 哈哈哈哈 就人生要 公歸公私歸私 對人生要有很多很多的抒發就是了 所以三年來 你們在這樣的討論下 在這樣的思考下 在這樣的哲學觀 或是世界觀下 然後最後交出這張專輯 回到剛剛講的沐浴 因為專輯裡頭唱 就台灣團唱英文這件事情 常常會有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要唱英文嗎 可是這個對你們來說 應該是一開始的選項 對 是 為什麼 那我覺得最開始是 蕭玉跟山陽他們 想要表達就是 希望在台灣做一個立足點 然後把 希望就是把我們的音樂 帶到世界各地 所以在成團致出這件事情 就是世界觀已經放進來了 對 我們其實用英文也主要是希望 因為畢竟這個是一個比較 算是國際上大家比較能夠理解的語言 所以 就被理解 對 被理解 那我們的歌曲其實 一直都是有在所謂 傳遞一些訊息 那 相信用英文是 能夠讓世界知道 我們所要表達的東西 所以在團裡頭的創作 其實是還蠻 算民主嗎 就其實蠻多人 蠻多不同的人參與一起 對不對 是 對 不只是在編曲層面 比方說詞曲的創作也是 所以這件事情是怎麼樣進行 是大家自己說 我今天寫了一首歌 我今天寫了一首詞嗎 在創作上的話 我們是先把我們故事的架構先架構出來 然後我們再針對這每一個的 每一個的細節給我們的畫面 跟這個畫面再去寫我們的歌 把它變成音符 了解 然後我們可能會先分配一下 比如說這個 這個畫面 誰比較適合去寫這首歌 然後那個人會說 為什麼這個適合我 會經過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最後決定 也會中途改還是交換 不一定 我現在決定要丟一個題目給 在我面前的一個人 因為他最近做進來到現在 一句話都沒有說 哈哈哈哈 對 他平常畫就很醜 他平常畫就很醜對不對 那好 我是笨手 所以 平常他們進行這些 哲學討論的時候 你也就這樣默默地坐在旁邊 沒有當然不是啊 我是吵架最兇啊 真的 拿出吵架最兇的氣勢來啊 快點 沒有 聽不下去的時候 對 對